位于川藏318线上的燃乌镇以南 靠近中印边界的高海拔森林深处 住着一个神秘的民族 他们人数极少 没有族称 也未纳入56个民族以内 他们是7居西藏边境一线的邓族 社会学和民族学领域称之为第57个民族 他们世代居住在深山老林 刀根火种 生产方式落后 交通闭塞 经济落后 民族启蒙水平低 亲姐妹可以嫁同一个老公 此外 他们对女人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发育 具体是什么 会在下面为大家揭晓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邓人 又称邓八 具体的居住位置是喜马拉雅山脉以东 横断山脉西部的西藏茶余县上 下茶余地区 居住在此的邓人 共有1300多人 加上藏南应控区的邓人 总计有5万多人 邓人尚未列入中国56个民族中 邓人在居民身份证上 民族栏目为邓人 所以他们也被称为中国的第57个民族 邓八人的婚姻 是义夫多妻制的买卖婚姻 男子的财产越多 可以娶的妻子越多 而所谓的财产 是邓八男子家中院子里 狩猎所得的熊皮 羊皮 猴皮 房梁造头 晾着的野山羊肉等 以及 圈里饲养的猪 牛 羊 鸡 鸭等家庭牲畜 邓八男子往往只需要根据 所迎娶妻子的家庭情况 付出一头八卖牛 到几十头八卖牛 不等的礼金 再另外奉上女帮家庭 若干的麻雀 干鱼 野猪 老鼠 野鸡 等野生动物的干肉 经过邓八女子的父母 或兄弟商量决定 若同意 邓八女子就顺理成章地 成为了男子的私有财产 在此过程中 女子只能表现出绝对顺从 处于一个完全师生的境遇 而其中 由于邓八人信仰原始宗教 既不信神 反信鬼 所以每年的猪和鸡 都要消耗很大一部分 用来祭祀送鬼 以求平安康顺 然而 八卖牛 这种从印度交换而来的 高大健壮的牛 却是邓八人作为重要的财产 几乎可充当一般等价物 邓八人所饲养的牛 并不用来挤奶打酥油 只用来交换 吃肉 使用披章 若要判断一个邓八人的家庭 在当地是否富裕 就看院中挂的 八卖牛头骨即可 头骨越多 人家就越富裕 而八卖牛 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婚姻中的筹码 同邓八女子进行交换 男方只要有足够的牛等牲畜 就可以先后买几个妻子 若是家中贫穷 往往只能打一辈子光棍 诚然 在邓族中也存在着逃婚和抢婚等现象 这主要是因为男方贫穷 但男女双方却感情极佳 为了避免难以交付昂贵的婚嫁 而错失恋人 两人常常双双约定出逃 被发现并找到以后 经过调解 在父亲 原未婚夫或丈夫所付给女方家里的财物 妻子就可以归抢婚者 如果是当地较为富裕的人家 大概会用一头八卖牛 十五只鸡 十二头猪 十八筐的野兽肉干 差不多的规格来购买妻子 购买回来的妻子 对丈夫的私有财产 常常在丈夫盖的长房内 各占有一至两间 而按照习俗 靠东边或河流下游方的第一间 是男主人的住房 隔壁便是其索取妻子中 地位较高的一位的住室 其次便是地位较低的妻子房间 一夫多妻治下的邓八人妇女 尽管同丈夫住在一起 但是自立造堂 各自种植 或喂养丈夫分布给他们的庄稼座物和牲畜 丈夫今夜想要留宿在哪位妻子的房里 就将熊皮口袋挂在妇女的房门口 此时 邓八妇女要像古代嫔妃世锦一样 恭敬地迎接丈夫 丈夫去之后 通行同性转房 即转嫁给丈夫的兄弟或侄儿 甚至也可以转嫁给丈夫其他妻子的儿子 但不准转嫁给叔或长辈 嫁给当地邓八男子的邓八女性 只有从事家庭劳动的义务 而没有支配财产的权利 一个邓八妇女需要分担丈夫狩猎的劳动 捕捉麻雀 山蜀 野鸡等小禽兽 同时 主要承担农业责任 一负责播种 施肥和收割全过程 然而 由于耕地面积有限 刀耕火种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 所以缺粮现象常常出现 此时 妇女作为负责粮食禁库的角色 就常常需要攀爬到悬崖峭壁上去 采摘野菜或野生蜂蜜 这些对于现代人来说不值一提的食物 邓八人妇女却需要攀爬到高达几十米的悬崖和树上 为了这一口口粮 许多妇女很可能会遭遇不幸 现在邓八人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 衣食住行中 不再满足于吃得饱 睡得着 人们对服饰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此时 邓八妇女又必须满足一家人的纺织需求 从撒种 移栽或人工种植大麻开始 每年秋季割麻剥皮 锤打煮晒 取植物白色纤维 搓成麻线 用以纺织麻布 缝制男子的无袖长衣 可以说在这里 邓八女性无论是出嫁前后 家庭地位都低得离谱 她们对女性还有一个严苛的规定 女人不准吃猪肉 鸡肉 牛肉 等在邓族里较为珍贵的肉类 女性只能吃麻雀肉 鱼肉 和野鸡肉 如果吃了一些 专以用来祭祀的牲畜 女性就会收到舆论的谴责 在邓族中 被指责为吃过肉的女人 甚至比逃过婚的女人的族群处境更为艰难 这对于邓族妇女来说 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欺始大种 妇女往往要生育至少三至四个孩子后 才能被允许吃肉 但即便为家庭生育了几个孩子之后 这一所谓的禁忌破除了 但因为女孩从济世起 就被灌输吃肉是羞耻的这一观念 让她本能对吃肉感到恐惧害怕 所以 大部分的邓八妇女一生 不食牛肉 鸡肉等 因为女性营养不良 所以造成邓人一般男的高不过1.6米 女的不超过1.5米 你以为这一禁忌对女性很残忍的是吗 可实际上 这仅是邓祖女孩地位低下 最温和的表现形式 邓八人有十分严重的群婚异俗 主要表现在姐妹共事异夫的现象 男子和一个家庭中的姐姐结婚以后 还可以过段时日 将达到结婚年龄的妹妹也买为妻子 而在这种异夫多妻制度之下 没有妻妾之分 只完全凭借丈夫的喜爱 来决定妻子的家庭地位 各个妻子之间也不因为家庭出身好坏和过门时间的先后 来附上特定的称谓 只有丈夫在特定时期宠爱某一个妻子 而带到宠爱另一个妻子时 后者就取代了前者的地位 这一现象表现了浓烈的父权社会下的为夫为妇规则 女性连妇佣都成不上 不过是男性的众多财物之一 而如果是姐妹共事一夫 大部分情况下 邓族妇女会以姐妹情义为先 毕竟两姐妹一起被买卖来做苦力 算是共患难 也有极少部分会出现姐妹相残的极端情况 但这一现象 至于邓族扭曲而复杂的群婚制度之下 显得极为可悲 似乎在邓族这样压迫女性的族群里 女性若是没能守住真操 就会遭受处罚 可事实是 邓族男子的确会要求妻子恪守真洁 但是如果女性与人私通 丈夫只会向与其私通的男子 索要财物和讨要补偿 如果妻子主动告诉丈夫自己与人私通 丈夫倒并不会过分责难他 这并非是因为丈夫对妻子多么深爱疼惜 全是因为妻子 是丈夫用八脉牛换来的私有财产 如果因为妻子与人私通就打骂妻子 使得妻子逃离家庭 那么受损的只会是丈夫的财产 目前这种原始社会默契的私有财 一定程度上仍然在邓族中流行 但也许今后这样的传统会消失 即使是偏远地区都会丢弃 当然同一个民族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历史渊源 而不同的民族也可以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习俗 我们可以疑惑可以探索 但不要用主观思想与世俗眼光去看待和歧视 包容尊重就是最好的方式 你们说是不是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